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地里将那人的祖宗几代通通问候全了 为啥是暗地里的 实在是因为高健强骨子里懦弱 出门在外像指过街老鼠 哪里敢得罪旁人 只能回了家后对着老婆孩子摔摔大打 整日嘟囔挖个不停 好在他老婆桂娥虽然长得丑 性情却是个能忍耐的 只当是听不见 一心照料孩子 心里早就懒得理睬他 为了孩子将就过罢了 夫妻俩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高健强四十多岁上 老娘一场重病 高健强不情不愿地掏钱给娘看病 听说续命是个无底洞 他把老娘接出院在家里等死 他七十岁的老爹看着心寒 尚不知道将来自己咽气时 要遭怎样的嫌弃 好在高健强的老娘也没让他失望 没几天就撒手唏嘘 一把活骨头烧成了灰 高健强一边心疼钱 另一边还要面子上好看 给老娘的骨灰 订了个灵骨塔里的小格子尖 骨灰盒放进柜子里后 高健强甩手合上了柜门 嘴里嘟囔着 娘爱 你就在这好好住着吧 一人住一个单间 倒还比我们挤在那小黑屋里强玻璃 活着要花钱 死了咋还要花钱 将来你儿子孙子都要死不起了 走出灵骨塔 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塔前一大片的墓地 绿草阴阴 一排排竖着洁白的石碑 上面欠着王者的照片 有的墓碑前还放着鲜花美酒 高健强气哼哼地在前边走 他父亲和媳妇都低着头跟着 忽然间高健强停下了脚 指着路一侧的一个墓碑呸了一声 原来是个老妇人的墓地 照片上是个咧着嘴角笑的老太太 可那面相却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引起森森的 墓碑上课的生死年月 竟是同高健强的娘义母一样 高健强回头瞟了自己媳妇一眼 嘴里不甘不敬地骂道 死老太婆长成这个样子 我还头一次见到比你还难看的人力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他凭啥死了住这一大片的绿地 有风有草有太阳的 换成钱够咱家吃喝一辈子的了 真不知道是老的不记得 还是俺小的不招财 为啥我就这么穷 哼 爹啊 又说三穷人穷命 将来你的那把骨灰就养了吧 人都活不起了 哪还顾得上死人 他爹在后边听得脸都绿了 嘴巴哆嗦半天 也没说出一个字来 高健强还嫌啰嗦骂得不够 看四下无人 一脚江木碑下的一束白花 踢到了一边 愤愤不平地吐了口唾沫 像是吵赢了水一样 竟有些得意 牛头回家去了 可到了家天还没黑下来 高健强的右脚 就肿得像是两只玉米面的馒头 比大腿还酥 疲惫撑得快要裂开 红通通里翻着清黑 也不知道啥病 更是疼得钻心 一碰也不能碰 高健强的老爹和儿子都有些着急 张罗着叫车送去医院瞧瞧吧 哪知道平时沉默憨实的桂鹅 突然变了性情 拍着大腿坐在地上哭嚎 说真是造了孽幼 发送了老人花了多少钱 哪还有钱给他看病 皮糙肉厚的穷苦人可娇贵不起 不过是被风折重咬 睡觉就好了 贵鹅从未有过如此蛮横的时候 高健强平日欺负他惯了 猛然见到黑状的媳妇 像是一座巨山在地上扭转翻滚 竟然害怕起来 有心想要骂他恶毒 贵鹅眼珠子一瞪 塌下的咕噜一声 把话又咽了回去 脸上面皮直哆嗦 心里奇怪自己咋还怕上塌咧 如此熬了两天 高健强肿大的脚有些消肿 却变得清黑 上边还有个肉眼能见到的小黑孔 顺着孔周围 有黑色浓汁流出来 又腥又臭 怎么也挤不干净 连他老爹和儿子都捂着鼻子有些嫌弃 贵鹅更是破口大骂 直接将他那只脚塞到一只破筒里 不许拿出来 钱脏了床和地 高健强的老爹心疼儿子 寻思着将楼下那些捡来的空瓶废瓶 卖了给儿子买只药膏擦擦也好啊 看而媳妇这个架势 是一分钱也不肯拿出来的 老爹背着一大袋子的废瓶 顺着墙根往前挪 走到胡同口 算挂李半仙那里 李半仙张嘴叫住了他 高老爷子哀 家里是不是有啥古怪事儿啊 瞧你这一脸的黑气 得罪了啥不该得罪的了吧 老爹平日里同李半仙是个点头之交 低头不见抬头见 只是没有搭过话 他怕李半仙装神弄鬼糊弄钱 可如今听了李半仙的话 竟然觉得心头一亮 儿子得了怪病 而媳妇性情大悲可不就是怪事吗 高老爹凑过去急切切地讲了家中的情况 李半仙连连摇头又点点头 说正是个壮客了恶鬼的症状 他得去瞧瞧 方知是该想还该劝 看着高老爹嘴巴张合 面又难色 李半仙嘻嘻一笑 道高老爷子 是怕我狮子大张嘴要钱不是 你放心 我这每日一善 只当既得修复 你给我传个故事长长 名声就成了 这李半仙和高老爹回了高家 一进门差点被臭气呛个跟头 说这是狮臭呀 真是得罪了难缠的主了 贵娥从李半仙进门就撇着嘴不作声 可等李半仙问到高建强 在墓地咋得罪了亡人恶鬼的 鬼儿忽然嘴角往两边裂 紧急咕咕地尖笑 将高建强当时替目背辱亡人的话 一字不落地学了出来 高建强看着媳妇那张黑肉抖动了脸上 竟然出现了如同那个老妇女一般的神情 还恶狠狠地盯着她看 吓得娃娃大叫 若不是脚上不方便 怕是就要钻到床底下了 后来这事还是李半仙跟着 全家人去了纳墓碑前 又是烧香又是磕头 高建强蜷缩着 向之秃毛鞍唇 左右开工给自己施来个大嘴巴 鼻涕眼泪直流地给老妇人道歉赔罪 她那脚上的怪病才好起来 挤出的黑水装满了大半个水桶 虽然高建强的脚兵好转了 可拿桂娥的脾性却再也没变回去 生生成了一个黑胖的恶婆娘 高建强想要打骂 她抢先扑上去撕扯她 高建强色力那人 中干外也不强 哪里抵得过这赛里魁的恶父 每一年的功夫 高建强就变成了各勾楼腰的小老头 以往回了家 骂骂咧咧的情形再也不见了 桂娥一哼声 她就吓得直哆嗦 高老爹偷偷找李半仙去问 李半仙叹口气道 你儿子得罪的那鬼婆可不是好惹的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她总要受上一辈子的女人气 方能保住命令 要怪就怪她嘴上没有把门的 碎嘴见舌 自讨得苦吃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